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銀行股發威 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是英俊的 其實早段不是明顯的,英俊走勢 早段是反復的,跌過下 不過到下午回來,升幅逐漸擴大 一百點,二百點,三百點,四百點 最後全日收到四百點有多,升幅 收到二萬四千,七百七十點,升四百零四點 成交也不錯,一千三百四十九億 今天的市做好,銀行股記手工 包括這隻,很久沒見這麼帥 恆生銀行,大升8% 那匯豐也是,很久沒見這麼威風 大踏步,大笨象,竟然大踏步 升4%,帶動的市,今天能夠進漲四百點開外 進一步就逼近兩萬四千八百點水平 好了,今天的市,翻彎點提過幾個字 就是銀行股發威推動 剛才提過,單是匯豐和恆生兩隻 合起來的升幅都超過一百點 匯豐一隻股進漲八十一點為恆子 加上恆生又進漲二十四點 一百點開外,四百點裡一百點 都是來自兩隻匯豐和帽子 加上中銀也有進漲,也不錯表現 成為的事就做好了 那為什麼銀行股這麼威風呢? 原因呢,有以下的 第一,銀行在開會後表示 堅決、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和發展 而且會維護香港經濟安全 繁榮和穩定 既然堅決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對香港銀行股自然是一個有利的推動 加上其實香港這些銀行股 最近實在弱了很久 見到恆生 之前一直都是銀行收息股的寵兒 很多喜歡收息股的股民 都拿著恆生 盈利穩定,息又高 就拿著收息股 但是在這個狼裡面呢 其實一直都跌得很淒涼 一直跑輸大股 昨天之前都是在跑輸大股 正在做低位 已經先一步 穿了三月低位 直至今天呢 一棍勾上去 升穿五十千線 先叫做發威 一棍勾上去 一棍勾上去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人行會議之後的決定 是支持 第二個原因 剛才提及過少少 觸及少少 就是呢 之前一直都是落後的銀行股 那港股呢 之前一直都是靠什麼升呢 先是 港交所 跟著騰訊 新經濟股 最近呢 就見到領展都升下了 加上豪島烏 昨天都是這兩天都開始做好 好 輪流上升的銀行股呢 今天呢 終於呢 就成為一個星視的主角了 那恆新啊 中銀香港啊 以至呢 匯豐呢 都有不錯的表現 這個追來後的表現 這是第二個原因 是港股自己本身 第三個原因呢 都是跟隨外圍的情況 外圍這陣子其實銀行股呢 是英俊子的 首先呢 美國的銀行股做好先 原因是大家衝勁呢 美國呢 從它經濟之後呢 就對呢 所謂傳統經濟股呢 就受惠 那麼傳統經濟股呢 那麼 那麼 之前呢 首當其衝的 航空啊 郵輪股都上升啊 那麼 金融股 雖然都是受疫情打擊 但是都未至於呢 是處於風口浪尖 那麼當然呢 現在衝勁從 在經濟 對傳統經濟股 好的情況之下呢 那麼 對呢 有關的股份有利 所以率先呢 美國的銀行股已經升了 那麼 近這幾天呢 歐洲銀行股呢 接力上升 因為原因很簡單 歐央行呢 就進一步加大力度呢 去提振經濟 那麼銀行股呢 又受惠了 所以今轉呢 香港呢 都叫做 在國際大潮流之下 銀行股呢 全部都升到 香港呢 那麼 因而上升 都是很合理 加上呢 其實的原因就是 上個星期 還在怕國安法 國安法對本地經濟股不利 但是過了這幾天之後呢 就慢慢慢慢 就淡化了 加上呢 這兩三天呢 一直有資金 流入香港 金管局呢 接錢呢 一次接完一次 銀行結育呢 進一步上升 之前大家擔心 哇 國安法之後呢 可能呢 資金流走啊 那幾間間 現在好像看上去 就是港元轉弱啊 甚至大跌 現在看上去又不多次的 資金流入 港元呢 就壓住在強方保證 那麼這個呢 也都是 對香港的銀行股有利的 那幾個原因呢 就推動呢 銀行股上升 而至帶動的恆生指數呢 今天呢 衝了四百點上去 那升一升呢 恆生指數呢 已經越來越近呢 這個綠色箭咀指著的位 這個箭咀指著的位 是2455 一個前浪頂的阻力 之前呢 試過幾次逼近去都回軟的了 這是第一次見的 當然 這是第二次見的 第三次呢 就逼近都還未 還是差一點點的 都比較遠一點的 相對 去到二四六島 就已經回頭了 出現了三非烏鴉 然後就跌下去 那這次再來呢 會不會抽穿呢 可能看幾方面的因素 第一方面 就今天銀行股升得不錯了 那跟著下去怎樣呢 輪流炒之後 會準一步的其他股份 在輪流炒接力之下 上升 就推動的市場上升 這個就 可以看一下內銀行股了 因為剛才數了很多 很多股份 輪流升了 內銀行股相對 就未是明顯升幅的 當然它之前跌 都不算跌得多 因為呢 就一直在北水 就買住 買住的內銀行股 內銀行股跌得不算多 但是呢 就跌回頭了 跌得不算多 今次彈回去 它又不是升得太多 那所以 如果下一轉輪流炒 如果炒不炒到 內銀行股 能否接力上升 是港股 能否進一步上揚 挑戰 二四八五五 以至更高的其中的關鍵 當然啦 除了內銀行股之外 其他 特別是 之前升得很厲害的股份 最近 有些軟軟的感覺 包括騰訊 又有 內線人 公司的高管 就是顧股減遲 所以 今天 逆市下跌了八毫子 其實今天 之前 都見到它很軟的 440元 就軟軟的 加上 今天 連美圖都回軟 美團都回軟 美團都回軟 新經濟股 好像 之前的領先股 現在開始 有些高位 透氣的跡象 究竟 今次 銀行股升完之後 內銀能否接力 之前的強勢股 透過後 能否再升 這就是 關鍵之一 第二個關鍵 就是 看看美股 最近升升下 好像去到一個位 好像 有些 要整股一下的跡象 包括 杜瓊斯公司的平均指數 昨天提過 200天線 就是26298 昨天又一次 不能夠升穿 連續兩天 就壓住了200天線 以至 要提到這條線 250天線 連續兩天 壓住 好像在這條線前 有些回軸壓力 大家要關注 加上 RSI 這十四天 看到了 逼近七十之後 有些高位 就有些背持的跡象 背持的意思是 指數繼續升 但RSI好像不太上升 好像超賣水平 就要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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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這個留意 美股能不能夠再升 推動港股上揚 其實 道指 剛才提過 還升少少 但納指已經看到 有些回軟了 昨天 逼近高位 9800多點 歷史高位 有些回軟了 昨天第一天升不穿 昨天再來 試一試 又升穿9700 都不能夠順勢挑戰9800點 936 這個高位 都不能夠穿 那 會不會是 歷史高位之前 有些人獲利回套 令到 美股回軟 這是第二個要關注 因為如果美股回軟 肯定 多一點港股 是真天孤 第三個 當然要看 今晚 天孤漫緩的 失業數據 非農業積位增長 以至失業率會怎樣 現在初步大家估計 非農業積位增長有750萬個 是減少的 不是真的 會減少750萬個 但這個預期比上個月好很多 上個月的實際數字 是減少二千萬 二千零 五十三萬個 會不會今次大幅減少的職位 沒有上次那麼恐怖呢 這是第一個要留意 第二個要留意就是 失業率現在預期是19.1% 上個月還是14.7% 今個月是19.1% 19.1% 究竟會不會是這麼惡劣 會比大家預期惡劣 還是怎樣 都很關鍵 因為 重啟經濟衝勁 是支持了美股上升很久 但你發覺最近 新冠疫情在美國 並沒有任何減退跡象 那情況之下 大家衝勁疫情會好些 這個微對現 會不會經濟真的會好些 成為大家留意的焦點 究竟會怎樣表現 首先會左右了美股的表現 進而港股下週一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大家留意著 今晚出來的 就是數據的表現如何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